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为你背叛全世界的电影 《威情三日》 男主与妻子是一对幸福的夫妻 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虐狗 你看你炮不到妹子吧 你看你买不起房结不了婚吧 你看你一把年纪了还没有小孩吧 这种行为简直令人发指啊 所以警察叔叔马上上门抓走了妻子 原因是妻子的上司昨晚被杀了 现场的人证物证全都指明妻子就是凶手 男主找到了律师 但律师在问名情况后表示无能为力 妻子接受不了现实选择了自杀 还好抢救及时捡回一命 男主一看 是时候该觉醒我的主角血液了 于是打算劫狱就出妻子 但自己既没有出众的身手 也没有高精尖的设备 怎么办呢 不怕 妈妈说过有问题要问老师 所以男主马上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乐愚高手 至于为什么会被男主找到 这你不用管 主角想找谁就能找谁好吗 高手告诉他 越狱有三宝 腿快 贾正 家底好 有了理论指导后 男主用了三个月时间摸清了监狱内外的地形 以及防守情况 还准备了贾正和枪 如今已是万事俱备 只欠money 他打算卖房筹前 却得知妻子即将被转育 留给他的时间只剩三天 万般无奈下 他只好拿枪去抢劫毒贩 但在重要过程中 却意外杀死了其中一名毒贩 警察通过现场遗留的汽车碎片 将嫌疑目标守定在了男主身上 与此同时 已做好所有准备的男主 将儿子送到了朋友家 然后去医院 持枪救出了金发女 两人按照男主原定的计划 顺利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但当男主到朋友家 想接上儿子一同逃亡时 朋友却告诉他 孩子们都去了动物园了 担心延误逃亡时机 男主本想先丢下儿子 但妻子却表示反对 短暂的冷静后 两人达成一致 一家人最重要是整整齐齐 男主判断 此时关卡杀动警察 还没有自己和妻子的照片 只能根据特征抓人 于是以顺风车为由 站上了一位老人 扮作一家四口 成空蒙混过关 到了机场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假证件 成空通关 一家人在异国他乡 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看到这个故事 我又相信爱情了 夫妻之间的信任到底要多种 才会愿意为了对方 万劫不复 男主不是杀手 也不是特工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丈夫 为了被冤入狱妻子 策划了一场平民版的越狱计划 仅此而已 以上就是这期老炮电影 带给您的内容 老炮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